这是你第一批组成的流程吗? 这是你第一批组成的流程吗? 感受就是依旧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有荣幸 每年都不一样吗? 每年都不一样 因为每年可能春晚的主题 还有一些创意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也可以值得期待 有机会看到你在春晚上也交据吗? 暂时可能没啥机会 你再想一想 2021年你发生在自己身上变化吗? 2021年呢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应该是 对待演戏这件事吧 可能又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角色? 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角色 因为如果你只期待一个 我觉得就会错过其他好的剧本 拍摄断桥的时候 你以前到京城崛起了 那感受怎么样? 反正就是去那边 然后让师傅教你做东西 教你去怎么修东西 那找到一些感觉呢? 不会的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日常生活 我觉得演戏的话 不能去找感觉 你要把它从心里扎根 然后呢 就让她的一些可能日常的感受 行为 就是你所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你的习惯 可能就是她的习惯 就并不是说要去体会她的感受 好 给偶像周杰伦联系 画蛋糕七年了 所以能不能给她画老虎 老虎 行啊 好嘞 要带你找个手 可以 是 你要用蓝色的吗 嗯 有注意到你上楼梯的时候 是一步两接的吗 可以的 可以 可以 不是 就是 我一般一步两接都在数 那个楼梯是双数还是单数 因为走到最后一接的时候 它要是一格 那说明是单数 对对对 今天你在看啊 这个中国近代史吗 看那个之前 就是好像有这个纪录片嘛 怎么样 怎么会对你感觉呢 想看 就看 就看 就是历史嘛 看的更多的其实还是 秦王朝的衰落到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段历史 前段时间说你老板说 每个人什么我都会相信的 每个人在用这段话我都会相信 哈哈哈哈 有几个图 是你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要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 嗯 当时 就是在夏令营 哦是东令营 穿那个羽绒服 当时就是在 当时就是在 那个寒假的时候 然后参加了这样一个 那个东令营嘛 然后呢 有老师来教你唱歌 跳舞 然后学习了一周之后呢 有一个最后的期末演出类似于那样的感觉啊 这个就是在练习过程中 就是应该是第一次跟老师见面的时候 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几岁啊 十一二岁吧 这个呢 拍MV的时候了 这个第一个我不要改变的MV 嗯 这个呢 这个我真不知道 这是 这感觉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张照片 肯鸡翅 那也太多次了吧 这个我咋记得 哈哈 又不是只吃过一次 那个时候就是 年龄比较小 然后呢 比较的害羞 比较的 懵懂 嗯 五年到了 给网易的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吧 哎 祝网易的朋友们 虎年虎虎声威 虎年大吉 大吉 然后小籽 你怎么会